大学生的思想国,编辑未超群,还有一本书叫《我所理解的生活》,里面有我很喜欢的一句话,《我所理解的生活》,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。 世上大多数的事情似乎也都是既人士听天命,但人生在世,但优秀的人也无法让所有人喜欢,与其费尽心思讨人喜欢。 倒不如建立做好自己,人生其实就是一段阴间冷眼嘲笑,孤独前行的旅途,走一路行一程,曾几何时,我们也曾怀成梦想,幻想着自己的未来,期待我们会变成怎样的自己,我们都幻想着三冬暖。 蠢不寒,两人吧,但人生就像一场戏,无论过程如何,结局喜悲,终要羡慕,可慢慢的我们都变了,是想现在的你,是否还是当初那个为了完成作业,可以熬夜到凌晨的你? 那个为了擦她的生日,可以省吃减养生活费,只愿为逗她,她一笑的你,时间带走的不只有容颜。 还有我们从前的倔强,我们都在忙碌的生活中放弃了,丢失了自己原本的模样。 当你在黄黄碌碌筹划着未来的生活时,时间,或许正如同住自清笔下的匆匆一点点的流逝,我们感慨怀念那个勇保值钱的少年。 叹息着我们各自的命运,还一人手一成,我们都渴望拥有世间最好的爱情,期待找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 我们在人群中寻觅着,但命运反复让你以为是对的人,却总是与一个个人错过,但你却不肯放弃独自一人在人群中寻找。 你只想爱一人手一成,因为不是你,所以我不愿要求现在的社会有许多所谓的圣男圣女。 但我们认为没有谁是被抛弃或者被遗忘的,他们只是在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条件下, 不愿意去将就地对待自己的后半生,其实并没有什么该结婚的年龄,只有想在一起的感情。 我们应该去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,而不是因为合适或者在对的时间,他出现了,而是因为他就是他, 不愿至今仍然单身,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去找一个差不多的人。 他说,我现在希望把百恋成高的状态,还原到曾经更有活力的状态。 而感情方面,就个人而言,至今仍然诞生只因不愿将就,他自己仍然坚信爱情。 希望婚姻关系是纯粹的从爱出发,不因何外因素? 不要随意找个人陪你度过漫长的人生,人生很长。 不要因为一时的将就,而用自己的一辈子去继续这个错误的决定,因为你不将就。 我记得超级演说家中,刘元元书过这样一句话,我跟你不一样,我不是来适应社会的,我是来改变社会的。 也许我们早在茫茫的人海中,忘去了自己来时的路,忘记了自己曾经怀揣着怎样的梦想到达了这里。 但在这一瞬间,我希望你可以停下脚步,回头望一望你来时的路,看看自己是否在最初的梦想路上艰难迁行。 还是已经脱离了原本的轨道,无论是学业,事业还是爱情,请你一定不要将就。 可是,或许生活很苦,爱情很难,但也请你记得那个,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自己,人生很短,不过寥寥几十年,一定要活出自己最美的样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